为首的红衣吸血鬼轻蔑地嘲笑着阿德拉刚才还在引以为傲的骷髅舞步 他举起手中的利剑告诉面前的三个吸血鬼 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武器 莱拉也被红衣吸血鬼手中精致的匕首吸引 而在吸血鬼的力量加成下 刀剑锁过之处丧尸的头颅无不如同雪球般滚落 红衣吸血鬼一边快速地收割丧尸一边告诉阿德拉 真没必要做出那么多所谓的训练 人类已经掌握了战争的方法 这时身穿黑色夹克的吸血鬼将大刀递到了弗莱维姐妹面前 他觉得这两柄大刀非常适合弗莱维姐妹 而得到衬手武器的弗莱维二人再也顾不上什么呼吸什么舞蹈了 他们丢下怅然弱势的阿德拉拿着大刀杀入了失潮之中 可怜的阿德拉之前的所有训练在刀剑的面前全部败废 他只能无奈地呼唤他们不是人类 请不要用人类的方法战斗 可相比吸血鬼缥缈的自尊 人类武器的伤害才是实打实的 没过一会儿这群吸血鬼就如同绞肉鸡一般清理了一路的丧尸 无论是马来剑还是阿曼古刀 亦或是果落柴刀都在不断地斩杀感染者 而令弗莱维和莱拉更欣喜的是他们手中的中国大刀 用来砍赤梅王良的头颅真的再适合不过了 正在莱拉砍得起劲时身边的弗莱维询问他有没有计算过 莱拉不明白计算什么 弗莱维解释说他们有没有计算过今晚打死了多少个丧尸 莱拉表示没有 他还是不明白姐姐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弗莱维回答说自从灾难爆发以来 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轻易而爽快的屠杀丧尸 而且消耗的能量要比阿德拉传授的骷髅五步都要少 这时红衣吸血鬼亮出了自己的马来剑 他一边在诗询中挥舞 一边自豪的说道 他原来还是马来人类的时候 他们就相信马来剑上的鲜血越多 就会带来越多的好运 现在他是如此的兴奋 说话间红衣吸血鬼 挥剑砍向了一只丧尸 可此时的马来剑因为使用过多 剑柄突然断了 武器毁坏的红衣吸血鬼突然有些苦恼 毕竟他们手里这些刀剑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这时莱拉突然推荐了一个拥有相当不错武器的地方 就在吉隆坡 那里可是有着不少收藏级的武器 此话一出 夹克吸血鬼立刻明白 他说的应该是国家博物馆 而弗莱维有些担心 因为就算他们是吸血鬼可以飞行 但从这里要到吉隆坡也需要三天的时间 可莱拉却不在意 他告诉姐姐 短短三天不会改变战局 磨刀不误砍柴工 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像西方的骑士一样 准备好向着无价的奖品 进行一场伟大的冒险吧 经过几天的奔波 一众吸血鬼终于赶回了弗莱维姐妹俩曾经居住的地方 华丽的高楼大厦此时已经变成了废墟 听其他吸血鬼说 新加坡、马来西亚都变成了这幅光景 在路过一片高楼时 弗莱维想起这个地方就在上面 曾经他们进行了最后的人血狂欢 但之后所有的事情都崩溃了 说着弗莱维注意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被啃视的只剩下骨架的管家威廉 虽然身体已经变成了白骨 但是脑子没有被破坏的威廉依然活着 他机械的张着嘴正在嘶吼 然而就算之前的丧尸全部都离开了 这座城市中依然挤满了新的丧尸 莱拉好奇这些丧尸不停的往前走 他们到底想去哪儿 红衣吸血鬼猜测应该是人类坚守的宾城酒店 那里现在有着一个非常坚固的遍难所 正在说话间 弗莱维等人突然听到了一阵引擎声 声音传来的方向好像是国家博物馆 就那样一众吸血鬼循着声音快速地赶了过去 他们到达时 国家博物馆门外的摩托车还冒着余热 这代表其他的人应该还在这里 此刻莱拉注意到国家博物馆的门上 还有一个奇怪的符号 红衣吸血鬼说这是雪君的符号 现在到处都是 可弗莱维却坚定地认为 他能闻到大厅里的味道 那些人绝对不是吸血鬼 果然 此时的博物馆中 几个人类正在贪婪地收集珍贵的藏品 就在为首的麻维女告诉队友 再过五分钟就离开这里时 他的两个队友已经瞬间变成了吸血鬼的粮食 而当他注意到这一切时 莱拉飞扑过来 直接抓住了麻维女 可麻维女的表情丝毫不慌 甚至他刚才还把一把马来剑插进了莱拉的身体 受伤的莱拉不耐烦地甩开麻维女 不过他却笑着拔出腹部的尖刀扔给了麻维女 他倒是很好奇 人类拿到这个东西真的比吸血鬼要强吗 现在就来决斗吧 然而画面一转 片刻的功夫 麻维女已经迎来了惨败 他拿着宝剑的右手 直接被莱拉扯了下来 随后在一群吸血鬼的吸食下 麻维女彻底变成了一具干尸 干掉所有人类后 弗莱维一行人对博物馆进行了大搜索 他们穿上了铠甲 找到了一堆衬手的兵器 可就在弗莱维路过博物馆中的原始人模型展厅时 内心却不由的有些触动 不过战斗不会留给他多愁善感的时间 拿到武器后 弗莱维一行人立刻冲出博物馆 杀进了尸巢 可还没砍几下 随着一阵枪响 一群拿着机枪 手雷的吸血鬼 不可思议的看着面前 打扮古老的弗莱维等人 有病吧 现在还用冷武器打丧尸